发现乐园抽干游泳池办彩色派对 但出租与变更用途使用 却未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 连续两年违法 英国广播公司更质疑 台湾近年来发生多起火灾意外 与政府针对消防安全法规执法不利有关 发现乐园粉尘爆炸事件造成大批游客灼伤 有网友建议取消活动烟火释放 引发讨论 华联县政府决定取消今年暑假活动释放烟火 并决议将烟火预算 全数捐给巴仙粉尘爆炸意外的受害者 今年6月台湾真的好热 中央气象局统计 6月13个平地侧站均温达到29.4度 确定超越1980年28.8度就记录 首度6月均温超越29度大关 7月起多项交通性质上路 民众开车骑机车行驶在道路上 手持香烟 吸食点燃香烟 影响他人行车安全可开罚600元 新唐尔泰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